疫情不見趨緩 國內又出現本土病例 政府十二月一號開始啟動了 秋冬防疫專案 呼籲民眾到公共場所 都必須要佩戴口罩 而臺中市有一家公廟 在舉辦競箱等活動的時候 連神將團也必須要戴上 由面師彩繪的口罩 才會出診 古醫神將跟著競箱團出診 每位神將臉上 都有面師畫上了 特殊的臉譜彩繪 不過仔細觀察 似乎和以往的神將有點不一樣 原來這幾位神將 都戴上了彩繪口罩 而且都完美地融入了 神將臉譜的圖案 不仔細看 真的看不出來 台中大理區的這間公廟 為了配合政府秋冬防疫政策 又不能和傳統宗教神將經濟有衝突 早來彩繪神將臉譜的面師討論 讓神將也戴口罩防疫的可能性 買來市售的不止口罩 試畫了很多次 包括顏料用色 如何與神將臉譜融合 都再三討論 時間上如果一般畫起來是 比一般畫在臉上的還要再多一些時間 因為還要再去思考說要怎麼跟口罩去連結起來這樣 因為本身那個口罩是布的 它有毛細孔 你要先用那個顏色先蓋過 要讓蠻多層的 廟方表示現在如果有活動 五銀神將會先戴上醫療口罩 外面再戴上面師彩繪的神將口罩 才會出陣 廟方人員也會戴口罩 並要求保持社交距離 配合政府防疫的同時 也盡力維持本土傳統的宗教文化 記者秋水培彭安群台中報導